大家早安 全都市场时间 我们持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今天有一个重要的选举 那么就是其中选举即将展开 现在民调都认为共和党将会拿下众议院的多数 是否也会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呢 成为了这一场选战受到瞩目的看点 美国选举的研究网538 他就预测共和党有54%的几率可以夺下的是参议院的多数 可能的席次是共和党51席 民主党是49席 好 今年的其中选举选什么呢 主要就是要改选的是众议院435席 还有参议院35席 另外还有36个州的州长 那么现在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的美国选举计划的最新统计 今年的这个其中选举的投票热度是更旺的 已经有4200多位选民 他们在8号的其中选举之前已经提前投票了 这个人数是超越了2018年当时候的选举 其中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它其实是被视为对美国总统执政的一个其中考 还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6号就公布了这个选前的最后一次 民调显示拜登他的支持度依旧是很低迷的 满意度只有4成4不满意度是达到了5成3 而其中分别有8成跟7成的民众是不满意现在的经济 还有他的施政方向 也因此选前选前之夜选前的这个黄金周末 拜登还有欧巴马以及他的对手川普都锁定关键的摇摆州来进行的最后催票 但是大家就要问了这个选举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呢 BBC现在就分析不可能会再投票的隔天 也就是9号这一天有完全清楚的结果 按照过去几天的选举来推论的话 可能要拖好几天或者是好几周才会比较明确的结果 多家的英国美国的媒体现在都预测共和党会是在这一次其中选举掌握众议院的多数 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还接受CN专访的时候就指出 假如夺回众议院的话 那么现在要调查的就是民主党籍的总统拜登政府里头是不是涉及一些弊案 同时他更指出尽管说现在的政府他们的外交政策是支持乌克兰持续提供军援的 但他认为说这政策绝对不能没有上限只开空白支票 必须要有人对此负责 众议院一旦变天的话 那么加州这一位57岁的众议员麦卡锡预计就会取代民主党的现任议长裴洛西成为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他先前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透露说可能的调查包括了美国先前从阿富汗撤军还有新冠疫情的源头等等 另外要确保的是美国跟墨西哥边境的安全还要抑制现在恶化的通膨跟削减政府的开支都会是共和党掌握众议院之后会优先处理的议题 外界现在看好这一次共和党渴望重长众议院那么现任的议长裴洛西他可能会下台 但就在选前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件事情难道会成为这一次选举前的一个变数吗 因为他的先生保罗10月底的时候在自己家中遇袭 他后来这一次陪洛西还首度接受访问 他就透露说自己当下的心情得知丈夫出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 一起来听 来 실제로DAH 我曾经认知华 我认为三人打电话 我想午睡 unf好的 我觉得那 LLC 是会长zony的 landing 当直人想起砧獨 ended وق症 root 我 Netanyfry 我非常害怕 看到監獄警察 他們說我們必須來討論你 我心想我的兒子、父母 我從來沒有想到是Paul 因為我以為他不會在外面 所以當時他們進來 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裡 佩洛西他在訪問當中 坦言丈夫遇襲影響了其中選舉之後 他對政治未來的決定 那麼記者就追問說他的決定 是不是真的會受到襲擊事件的影響 佩洛西再次給予肯定的答案 當然他對手也批評 這樣的訪問是在選前打悲情拍 可能會影響整個其中選舉 而只需要關注的是 中國大陸在防疫的對策上頭 依然堅持要動態清零 但是當然了引發了一些的民怨 因為認為說這樣的政策 實在是跟國際沒有辦法接軌 實在太嚴格了 而且持續升溫的疫情 也讓各界質疑說 這樣子的政策是否合宜 面對這樣的輿論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錫進 他就直言 想要在今年冬天之前 清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想說的是 如果北京市都很難做到 新增病例清零的話 中國其他爆發了疫情的城市 在同等或者大致相當的 封控水平上 要想清零新增病例 幾乎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沒有實施大範圍的封控 胡錫進他就指出多點爆發的疫情的城市 如果想要清零的話 那麼唯一的手段就是大規模要實施靜態管理 但是呢就以北京為意來說 目前都是小規模小區的清零 甚至選後還舉辦了這個疫情之後的首次馬拉松 另外呢他也認為說 這個清零帶來的社會代價實在太高了 所以不論從民意或者是財力來看 清零的做法都會很難持續的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囉